未療症穿港匯以及北五川收盲箱座堆 利用照顧假設來扮官匯活動 雖然天氣真亮 但是一早前是去面不照未療症民前來官匯 官匯的行為是 是促進我們的新陳代謝 換匯是有比較好 總是官匯有好或不壞 還可以幫助我們一天 有需要我們會匯的人 所以我們感覺說 官匯活動確實是不錯的活動 每三個月一百的官匯活動 已經持續幾萬兩年 為了要鼓勵的民眾擁有官匯 主辦單位都會準備不一樣的修理物 送給參加官匯的民眾 最近因為受到農曆九十年了 以及流行感冒的影響 給友好官匯的素量減少 火口口尊量嚴重不足 特別是黑行到黑行的火 幾乎都快亮紅燈了 所以請民眾趕快來捐血 A型的話剩2.2天 那歐型的話 大概都2到3天左右 對 都是紅燈 既然天氣比較亮 民眾晚上會喝冬拔酒來抵抗寒涼 所以前來官匯民眾當中 十個點有三個有喝酒 會影響有效官匯的素量 主要因為酒精也是乾脹多代謝 那如果喝完酒精的話 一般的啤酒要8個小時以上 如果喝酒精濃度比較高 酒精有的要隔到3天 以避免他捐的這袋血 捐出來今天報告也不合格 就浪費了 官匯一堆救人一命 台南官匯中心表示 最近缺負的情形嚴重 所有民眾要擁有來官匯 記者歡迎王昆插風報道